六道轮回超越了 怎么超越呢 念佛求生尽土 肯定的是那 你会有把握 所以你一定要晓得 这不是好事 坏事 我昨天跟大家讲了 希望大家的时候 从今以后 不要再供养我一分钱 我拒绝我不收你 为什么呢 琪 那是好东西 你们看看我们中国人造字 智慧 你看那一边是个金 这一边是两把刀 叫你看到这个字 触目惊心 这不是好东西 两把刀的时候 斗争 就有两个人想来抢你的钱 要你的命 中国文字 在全世界 任何国家民族 这文字都不能跟中国比 中国文字 是智慧的符号 让你看到了 听到了 你就有紧确性 你就觉悟了 占卜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来了 一定做好事 利益众生的事情 不能贪图享受 你要贪图享受 你必定堕落 那两把刀 我告诉主 一个是阳间的 一个是阴朝地复的 上面是阳间的 下面是阴朝地复的 你怎么能脱得了干系 你看色 色这个字 上面是一把刀 色字头上一把刀 你看那个婚 你们结婚 婚是什么 见到女人头就婚了 这中国字你越看 真是有智慧 时时刻刻在警惕你 不是好事 偏偏把它当做好事 往地狱里头转 人生苦短 人在这个世界 古人常讲 人生切射古来西 这是真理 活不过七十岁的 太多太多了 我到台湾来 我的同学 校友 将近两百多人 现在剩下来 我看大概 五十个人都不到了 我能知道就三十几个人 五分之四 已经不在了 剩下来 这些人都说 过过都退休了 都老了 老了的时候 觉得前途可怕了 还不肯修复 这佛家讲的时候 没有善根 没有善根 换句话说 就没有真正的佛德 有善根才真的有佛德 我们善根佛德都不足 自己要想到培植 培植 天天要亲近佛菩萨 亲近佛菩萨唯一的方法 读经 明理 一教封信 经上讲的道理 我明白了 教给我们这些教训 我也清楚了 一教封信 改往修来 改过自信 这个重要 从哪里做齐呢 从十三做齐 简单明了 这个社条 不杀生 不杀害一切众生 把伤害一切众生的念头 断掉 这一条 你才能做得清净 还有伤害众生的念头 你这一条修得不清净 虽然你没有行为 你的念头 还有 这个不好 不投道 要把占别人便宜的念头 断掉 决定 不要占别人的便宜 从积极的一面去做 我不担不杀生 爱护生命 爱护生命 从哪里做齐呢 从素食做齐 梁武帝 读伦切经 看到佛在经上讲 菩萨不忍心 是众生肉 他很受感动 他就发心 吃肠素 所以 中国的素食运动 是梁武帝 是梁武帝 提倡 佛陀当年在世 是透波 透波 我们应当要晓得 佛家常讲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绝对 不要叫信众 有分外的负担 那我们这样就对不起人了 所以 他们吃什么 就供养什么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所以不是完全素食 那么也有人问到 现在自己学佛了 家里人还没有吃素 怎么办 随缘嘛 学佛 不要把家庭关系破坏掉 不要把佛教的形象破坏掉 第一 重要 那家里人 还是要吃肉食 你还是要给他做 你受了菩萨戒 还是给他做 你看看 六族慧能大师 那真是得到了 明信见信 法身菩萨了 他在猎人队里面 伺候了些猎人 天天也是猎人 打的那些猎物 他也去做了 给他们吃 法身菩萨了 所以这个没有妨碍 在你自己一片慈悲心 你在给做这些肉食的时候 你念佛 念往生咒 给这些动物回乡 他就得福报了 你看别人傻吃他 不会念阿弥陀佛 不会念阿弥陀佛回乡 也不会念往生咒 给他回乡 你一去做 给他念佛号 给他念往生咒 给他回乡 给他念三规矩 他欢喜 他在别的家里 他得不到这份福分 慢慢地感恩化你的家人 让你家人的时候 有一段常识经 给他吃饭了 给他吃饭了